各位中科園區的廠商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紹提升中科園區產業AI化 智慧製造應用技術的計畫 這個計畫主要是工研院針對中科園區廠商 協助中科園區廠商導入AI智慧製造的計畫 今年會針對園區廠商有四點服務的內容 第一個事情是我們會跟AI以及智慧製造的專家 去各位的工廠裡面去做方式 然後盤點目前各位在AI以及智慧製造的現況 並評估各位在這方面技術上的需求 這個大概會有30到50家左右的加速 第二個是當我們在方式的過程中 會確定說各位是有AI這個技術導入呈現的需求 以及在技術上也是很契合的時候 我們會去各位的廠裡面辦一個兩天左右的workshop 而這個workshop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各位可以真正的去用AI這個工具 然後也去做一個py run 就是說如果有這個AI的工具 那如何implement在這個智慧製造上 第三個事情是在這個workshop完了之後呢 我們會拿到比較重要的一些製程的資料 以及我們要去解決問題的這些raw data 這些raw data我們會放進我們一個AI idea的平台 這等一下可以再做解釋 這AI idea的平台上面呢 有很多來自各界的專家可以去幫忙做解題 解題完了之後呢 我們要去媒合三家最match的廠商 或是他的正確率最高的廠商 那去讓你們可以繼續去看看這個題目呢 是否可以真正的implement在場裡面 而第四個是這樣 是我們會在這個做完這個match之後呢 挑選六個示範場域做poc 將解完題的這一個答案呢 真正的是落實在各位的廠裡面 那看這樣子對各位的廠裡面有什麼樣的注意 第一個事情是我們會去做這個 AI技術的需求跟成熟度的方式 去確認各位廠裡面的問題 然後呢了解說這些AI呢 有沒有機會落實在各位的廠裡面 以及了解各位廠裡面 目前智慧製造的狀態 那總共有這八個面向 那在了解這些狀態之後呢 我們會跟篩選出事物交廠商 做這個whatshap的工作 那流程包含了上面這幾項 包含我們會去AI做一些介紹 對智慧製造做介紹 然後去帶領各位去準備資料 做分析 然後去想哪些題目是適合用AI做的 那最後呢評估這些方案 然後提出這個AI共同去製造的這個方案 OK在時間的安排上是這樣子的 這邊是我們的執行團隊 他會呢協助各位做這個whatshap的 技術能量的導入 那我們的whatshap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做定義問題 也就是說呢我們除了介紹一些 AI智慧製造的技術知識以外 我們會帶領著各位廠裡面的同仁 去把比較適合用AI做的這一個題目的資料呢 想辦法篩選出來 然後呢我們會請各位在廠裡面開始收集資料 那經過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們進入到第二階段 就是產出方案的階段 經由呢上週所收集的資料呢 我們會跟各位介紹現在目前的一些AI工具 然後呢試著把這些資料放進AI工具裡面 去做一些分析 那針對這些結果可以做討論 那定出呢這些可以選定的這個方案 那這是我們的AI idea的平台 在做完whatshap之後呢 我們會把這些方案資料 請專家做一個議題的評估 那並且呢針對這些資料的質量去做一些分析 確認是否為有效的資料 那因為各位在廠裡面的資料呢 都是機密資料 所以我們會去做一個去識別化的動作 做完之後呢 我們會丟給在平台上的3700個會員 而這些會員們呢 會去做一個解題的動作 那裡面呢 我們會取前三名 就是解題最正確的一個會員 然後我們在替廠商做一個媒合 然後產出最終的一個最佳的方案 最後呢我們會在所有的方案裡面 挑選六個比較可以有顯著成效的案子呢 去做pool of concept 也就是在你廠裡面的實際製程進行實施 那我們會先經過媒合之後會先組一個隊 包含了我們的專家在製造基地的一些能量 學校 企業或系統整合商以及法人去做媒合組隊 那協助各位呢 在某一個實際的應用案例裡面去做AI建模 並實施在各位的場地裡面 那最後這個成果我們可以協助各位做一些推廣 並給相關的一些同業啊 以及園區裡面的一些廠商 可以去做觀摩跟學習 好 謝謝各位 各位